您现在收看的是ICN国际卫视KXLA44.6 国际卫视记者侯记仁阿姆布拉斯报导 国际佛教森林总会日前在旧金山举行美国第一次大碑牵手观音菩萨大谈法会 受到世界各地佛教界的高度重视 圣德 法王 尊者 仁波切 诸山长老 大法师等佛教大德 齐聚华藏寺为美国祈祷 法会结束后出现了大蓝天天降甘露的圣迹 佛教徒们都责责称起归功于法会的功德圆满牵手观音的大加持 当天一大早八点不到 旧金山华藏寺各城楼的大殿就已经坐满了参加法会的人 走到花园后院到处人山人海 大辈牵手观音菩萨大谈法会 是一无上甚深大谈法会进行的 过程庄严隆重 来自世界各地的圣德 法王 尊者 仁波切 诸山长老 依序就坐 由于美国今年面临了56年来历史性的干旱 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难过 我们请示第三十多级枪复 我们要如何的发心的来行 第三十多节枪复 特别要我们找一个面积大的场所 最好呢是户外一个草场 修一场最大的大碑牵手观音大谈法会 祈祷佛力加持 忽悠美国平安吉祥 人民安乐幸福 五股丰登诸事何顺 为此本会起见法会 国际佛教森林总会主席 农会大师登坎修法 摇灵击法出家分离 敲钟击鼓万倍刺激 莫居宣中与会者 存在尽心持住的法系中 主谈大师修法上空下诗 诗实表法 与会大众在森林引导下秩序进行 由森林手中分到法会加持的诗实 法系充满法会圆满结束后 万里星空滑荡次周围出现神奇的白雪色干露 在空中跳舞 都在人们的手上身上 大众赞叹这是牵手关于 威神事件加持美国的标榜 国际卫视记者 究竟山采访报道